我是在2018年年底 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上海超级工厂奠基之前 然后来到了上海超级工厂 也是我们工厂制造的第一位员工 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振奋的 就感觉到整个国家在改革开放 这一块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其实我们在加入特斯拉之前 一直认为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厂 从这个打装到出车是完全全是不可能的 因为之前我们的所有的从业经验都告诉我们 我们最快的一个工厂可能是在15到16个月 当时我们团队也非常努力 然后整个过程当中也是感受到了 就是我们政府的开明和开放 在那时候就是政府的实际上很多审批 它实际上也是做了合理范围内的一些简化 包括我们在施工工厂当中的话 也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在当年的话我们实现了整个的从打装开始到建设完成 到这个资质申请到第一台车的下限 2019年20年到21年这三年 我们实际上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把产业链进行了本土化 那到现在为止 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生产的车它的本地化率已经达到了超过90%以上 包括我们出口到欧洲的出口到其他东南亚以及亚太区国家的这些车辆 实际上上面用的都是超过90%中国本土生产的供应链和零部件 也就是说是完全由中国的工人来生产的 用中国的供应链的这个产品 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制造的纯电动汽车 代表着目前世界上应该说是非常尖端的水平 所以它的开放就是为了能让你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你会想学更多的东西 那每一个人如果都会想学更多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城市的丰富性会越来越丰富 然后它就会越来越开放 上海实际上是中国开放的一个缩影 对于特斯拉来讲 它代表着中国对于特斯拉的认可 鼓励和接纳 包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机会